和平使命2013中俄联合反恐演习的第一阶段 兵力投送与部署今天结束 演习进入第二阶段 战役筹划 这里是俄罗斯车赖明斯克的切巴尔库尔训练场 北京时间8月3号下午2点 和平使命2013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野营村的开演仪式在这里举行 野战营开设在距离十兵演练场约一公里的野外 包括生活区装备区加油区等多个区域 目前参演中方士兵500多人已经入驻 野战营的开营标志着演习进入第二阶段 战役筹划 中方参演部队是8月1号开始陆续抵达演习地域的 最早抵达的是沈阳军区某陆航团的 四架武装直升机两架运输直升机 他们7月28号从海拉尔机场起飞 途经9个机场8次起降 境内外转场飞行达5000多公里 于北京时间8月1号下午 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沙戈尔机场 中方空军战斗群的两架1276运输机 5架尖轰7A飞机 7月27号从四平起飞 经受了空中编队机语云多绕云飞行多的考验 飞行6000多公里 于8月2号23点20分全部降落在沙戈尔机场 今年中午随着中方陆军战斗群第三梯队 完成八昼夜5000多公里铁路输送 抵达车里亚宾斯克米下石车站 中方参演部队完成了在演习地狱的集结 演习第一阶段兵力投送结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